巴西灵媒沙勒美有活着的诺查丹玛斯的称号 她曾经宣称自己成功预言了许多全球重大事件 如COVID-19爆发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等 而在日前的世界杯准决赛中 她也成功预言阿根廷会战胜克罗埃西亚 以及法国会踢摩洛哥 她早在11月初就已经知道 卡达世界杯冠军赛会是阿根廷对上法国 而她的预言更告诉她阿根廷将会在决赛中获胜 沙勒美是利用一个叫卡巴拉的系统做出预测 在考虑决赛日期与参赛者姓名后 她计算出阿根廷的结果是八 象征创造地完成 新周期的开始 而这次世界杯决赛是球王梅西的第一千场职业赛 也刚好是对上小将艾瓦雷兹的第一场世界杯冠军赛 她还称 法国的数字是七 虽然自古以来七这个数字在所有哲学文学中出现最多 但七这个数字的力量并不足以让法国获胜 因为七代表着宇宙是由互相影响的力量组成 没有什么会保持不变 因此她大胆预言 寻求连任的法国将会吞败 这就要是对上小艾瓦雷兹的对上小艾瓦雷兹的力量